2018年的秋天 知名餐厅猫下去 在星光三月的人行步道 开了间快闪店 门口招牌非常狂妄地写着 信仪区最好吃的凉面 这么嚣张 我带着踢馆的心情 走进快闪店 我印象中这碗凉面的主要材料有 糖心蛋、虾仁与叉烧肉 咸香的麻酱酱汁 开胃又有深度 但是面条过软 这对面食来说是个死罪 所以我在Facebook上 发表了一段负面的评语 猫下去最早是开在徐州路上 我去拜访过几次 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那我并不认识老板陈璐宽 但是他在2015年 在网络上写了一篇 就是不给顾客定位的顽固宣言 让我感到非常的钦佩 但是呢 信仪区最强凉面的宝座 不能够随便乱给 所以我的大炮还是轰的出去 2019年春天 我受到GQ杂志的邀请 参加苏卧活动 没想到猫下去 也在现场摆了个小摊位 老板远远的看到了我 来 给邱逸元一碗凉面吃吃看 从老板那饶富生意的表情 就知道他看过我的贴文 而且没有忘记 在网络上当键盘美食家很容易 但是看到现实里的真人 就会尴尬起来 只能马上把面条 稀里糊涂的吃进嘴里 然后在镜头前比个赞字 材料还是很棒 酱汁还是很优 但是面条呢 好像有好一点 但是当下真是难以做出客观的评断 一个月后的某个周日晚上 老婆说想吃凉面 我溜着滑板 到宝青街上的新娘子面食馆 这是我近期的最爱 卖完了 这里生意很好 常常7点左右就全部卖光了 星期日 附近好吃的凉面店 不是休息 就是还没营业 我该怎么办 我硬着头皮 推荐了附近一家 平价不错的大板烧 没想到它也是大门绳锁 老婆贴定失望透顶 我该怎么办 我突然想到猫下去敦北俱乐部 我溜着滑板到店里问是否还有凉面外带 一个280块 太好了 快点给我来两份 我外带了老婆意想之外的凉面回到家里 她吃得很满 没多久 在网路上看到一则陈璐宽的贴文 就在刚刚 呱吉一元 来外带两个凉面 我似乎可以看见老板胜利的表情 这意味着我 输给猫下去的凉面了吗 陈老板可能觉得他赢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 猫下去敦北俱乐部 今天我们就要来确认 猫下去的凉面 到底是不是松山信义区的最强凉面 我觉得那个陈老板有一点变态 因为我刚刚 就是在开店的时候 我走进来 我发现他的店员 居然都在量桌子跟桌子之间的距离 然后点这个 招牌凉面 招牌凉面 你什么时候成为松信第一 酒呆景点 酒呆景点 陈璐宽老板的前一间店 不给定位 是因为他不希望店里塞满慕名而来的客人 只顾着打卡和拍照 结果造成常年支持餐厅的老顾客 只能看着排队人潮叹气 我前后总共吃了四次冒下去的凉面 除了麻酱和面条 每一次都吃下了一段人生的故事 因为他的面条 直接从厨房里面端出来的 所以咬劲非常的足够 唯一可惜的是他 然后我刚刚吃了以后我发现 果然跟我在路边吃到的时候感觉不一样 面条非常厉害 对对对对 面条面都非常厉害 唯一的缺点我个人觉得 但是可能这是你的选择 不是他真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是中华冷面 或者是台式的凉面 或者是绝大多数各国的凉面 其实都有蛮多蔬菜的 那种爽脆的那种口感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夾这个东西啊 你说蔬菜吧 对啊 为什么我选择不夾 因为我们现在的菜单 如果你有继续吃其他的 你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把元素设得非常少 就如果是单一的东西可以做好 我们就选择用减法 不要用夾法 哦 并且在最后 交了一个朋友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写完这几脚本的隔周 老板在他个人的FB页面上 又留下了一段话 制作台北最强的餐盒 看起来 看起来我们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啊 那我现在 又去赎罪了 要去健身房 上面不要看 只有为你 这个企划还在持续进行中 耶 所以 OK 好啦 掰掰